哈囉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爸爸潮人 那今天的話是2022年的9月15號禮拜四 那今天呢是我們的海底道綜藝的畢業典禮啊 所以我們各位同仁呢就一起集合來拍一張大合照 佳哥你有帶手機嗎 因為我很想要拍那張你拍著他們 我拍著你的那個畫面 沒有 而且沒有人拿手機出來 真的假的 沒有時間了 好啦那我只好直接拍照囉 然後看我這邊囉 你自拍好了 然後一二三 耶 好祝福我們的海底道綜藝 畢業快樂 蓬城萬里 海底道 蛤 海底道業績一路暢旺 好好那這 ok 好這樣子這樣子 來囉 一二 有心哥只有半張臉而已 等一下喔 還有人還有人 遇會遇會 稍等一下喔 遇會也要加一腳 因為 來囉 我看一下還有誰的臉沒有完全露出 ok 看我這邊拿一 二 三 沒有我拍的都是都是影像都是影像 好一二三拍 再來拍 要不要要不要去NU那邊拍 因為都只有天力而已 NU不公平啊 好啦好啦好啦 我拍我拍很多張 我拍很多張了 好啦拍很多張 okokok 好就這樣子吧 謝謝 畢業快樂 有我一直都有在拍 我錄影跟拍照都有 好再來一次一二三 耶 好啦好啦好啦有了有了有了 好啦你們是在打蚊子嗎 畢業快樂 終於 拜拜 謝謝啦 終於的話他 二零二年的三月要來嘛 然後 今天九月五號離職齁 總共在這邊服務了 一百九十八天 對我們公司的貢獻非常的多 唉 我不知道怎麼講 反正就是很捨不得啊 沒辦法 因為 每個人都有更好的一個發展 更好的夢想 要去追尋 那 來來去去 我們就只能夠予以祝福 希望他未來加盟海底撈之後呢 能夠大賺錢 希望他的海底撈呢 能夠 就是一開店 就每日月積百萬 好啦 就這樣子了 同仁都很不捨 OK 拜拜啦 綜藝